巴朗棒 吐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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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Sandy啊 這個手指呢 剛剛被我自己打破的碗盤割倒了 所以我等一下如果就是不小心 這樣子的話 絕對不是要比中指 大家不要誤會 啊 現在來吃早餐 這個呢是上次朋友來我家的時候給我的伴手禮 然後就是常常要排隊的那個古早味蛋糕 然後這邊有個水果優格 還有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仁區努力的拿鐵 就是奶泡的濃密度 好難 這個呢是我今天早上才收到的 之前我記得某一支影片下面有人留言說 欸為什麼覺得你每支影片都在開箱 是花很多錢在買東西什麼的 我是買很多東西啦 我很想的東西裡面有一部分是公關品 那這一點非常的感謝大家 非常感謝品牌 然後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自己去買東西 然後跟大家分享 那像今天呢 這個包裹是我的家人寄來給我的care package 因為香港最近的疫情比較嚴重嘛 那我之前從台灣帶來的口罩啊 跟一些防疫物資其實也用了一部分 所以我媽這次有寄了一些口罩跟就是食物東西給我 首先呢就是一些口罩 我媽這次寄的全部都是medical face mask 然後另外我也聽說台灣的疫情現在其實蠻穩定的 就希望大家再堅持一下下 我覺得在全球的疫情整個都穩定下來之前 其實都還是有一個不小心就會又再爆發 或是什麼 還是會有那個風險 所以大家自己還是要小心 接下來呢就是一個人住或是你很懶的話 必備的東西叫做濃湯包 所以這是我媽幫我買了五包的酸辣湯 五包的玉米濃湯 然後你知道這個湯包啊 你除了可以單喝之外 你也可以拿來煮粥 或是煮個水餃把它丟進去 真的用途很多 而且很方便做 所以很推推自己租的朋友可以通貨一下 有人跟我說HKTV mode上面可以買得到 但是價錢其實蠻貴的 所以我媽這次寄的量呢 我應該可以撐個三四個月沒有問題 讚讚 喔 講到防疫物資 我媽還寄了兩個口罩的收鬧夾 好可愛喔 還有這個是防護衣 因為我媽說 以備不食之需 所以 謝謝媽媽 下一個是我特地request 我媽媽幫我買的 天人名茶的麻辣花生 這個呢 它裡面是有那個紅茶葉的 所以吃起來會 就是辣辣香香的這樣 我媽這次幫我買的一二三 我媽這次幫我買的六包 因為我跟他說我真的很喜歡吃 這個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賣 如果有的話大家可以留言 但是我知道台灣一定是有的 接下來呢 是這個我從小喝到大的 北海道鮮奶麥片 我記得以前還有草莓跟抹茶口味的 但是聽說現在好像只剩這個鮮奶茶口味 充滿著童年的回憶 再來還有一些茶包 還有這個紅豆茶跟糙米茶 再來呢 喔這個也是 大家都知道我很容易過敏對不對 所以我這次我媽還帶了這個 益生菌給我 這樣就是從台灣寄來的Care Package 這邊呢要特別感謝我爸 我媽跟我大姐 因為是我大姐幫我寄的 然後我媽幫我去搜掛這些食物 然後我爸付的運費 好現在呢已經要五點了 但是我中午還沒有吃飯 所以我現在要來快速的弄個晚餐 你看你在家工作就是你的 你的時間都不會真的照著工作時間 很多人會說你的工作就是十點半到六點半喔 真好 孩子你們就錯了 我們的工作時間其實是很過定的 有時候可能早上沒有什麼事 但是到晚上就會突然很多事情 這也是有可能的 你看我的奶還在響 你看我的奶還在響 每一個次美國 function 補修時才 creator的 Sho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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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 初詞节目 我好久沒有這麼正面向上的開場 啊 雕現 今天是個美好的星期六 然後我 因為昨天有一些小插曲 導致我今天本來晚上要上的影片上不了了 那這影片沒有了 但我這個禮拜還是要上影片啊 我跟你說我在其他地方真的是很粗心很隨便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上傳影片這件事上面有特別的固執 對 我就是有強迫症 我就覺得每個禮拜一定要上一個東西 我才會覺得就是啊 這個禮拜有過完了這樣 所以我昨天就小小的熬夜剪了一個影片 然後我現在正在做剩下的後製 我講了這麼多 一部分當然也是想要討拍啦 然後另外一部分呢 是想要跟你們說現在已經12點了 所以我現在來做早午餐 這麼簡單的句話 我花了大概一分鐘來講 因為我前兩天買了厚片吐司 所以我想要做一個cream cheese醬 我的頭髮又變成金黃色的 So sad 好危險喔 這個東西 啊 吼 我還好 我先禮拜 你去吃 我的頭髮又去吃 當然 好的 我現在準備要出門了 這次睽違了兩天吧 我是完全沒有出過我的家門 因為我前陣子買了一個film camera 可是它的定時功能好像 我不知道是我不會用還是它有點問題 所以我要在保固期內拿回去給它看一下 然後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出門 我連窗戶都沒有打開 我剛剛一出門想說 哇 今天下雨是嗎 結果好像是從昨天就已經下到現在了 很大聲欸 完全 或是那個雨打在窗戶上那個聲音超大的 我完全不知道 雖然我們倆現在在外面很沒有說服力 但是大家平常真的沒有特別的事情 或是不必要的社交就少點 我上次去吃那個牛大人 那個台灣我會跳那個 跳在窗戶 It's coming through you never new year never new how much it means when you spoke to me annyeonghaseyo 我現在呢 終於回到家了 然後 我現在回到家了 唉唷 你有沒有聽到我的骨頭 看來什麼 我的天啊 我真的是老人 沒錯 我們又要來吃韓國菜了 我到底什麼時候是可以搬去韓國呢 各位 你們有沒有覺得如果我之後 呃 從香港搬離開去其他地方 然後我搬去的地方是韓國 你們會不會跟我一樣覺得很感動 就是 哇 Cynthia 終於搬到韓國去了 我剛剛發了一個影片就是 我work from home 的一周 food diary 這個影片呢 其實跟我之前拍vlog的風格 有點不太一樣 那也是我第一次的嘗試 那我得到的反饋其實大部分都是說 還是比較習慣我本來vlog的風格 就是有我講話啊 然後跟大家 閒聊 抬槓這種 我自己其實在剪的時候也有一點覺得就是 啊 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像不知道很我的風格 不過沒關係啊 新的嘗試嘛 欸 就是兩人份耶 我還一個人吃兩人份的 喔 欸 май gabin 欸 那這是兩人份欸 我要一個人吃兩個人份這樣子嗎 我忘記我是煮一人份了 算了算了 兩人份就兩人份吧 好去 來 哈囉 Good morning 哇好腫喔 最近這個Vlog會非常的東一塊西一塊的 Anyway今天呢是我難得可以睡比較晚的日子 我要讓大家不要再繼續看到這麼浮腫的臉 我們先去做咖啡吧 然後我之前應該有跟你們講過 我現在的頻率改成 每兩天做一次運動 做那種十分鐘的腹肌訓練 然後你看 現在 我覺得有比我上次拍影片的時候 再明顯一點點這兩塊 再接再厲 所以我要跟你們說 它是不是它是真的可以有用的 好不好各位 那我現在想跟大家推薦一些 我平常看的Lifestyle跟CafeVlog 雖然說我平常工作 就已經要看很多的YouTube了 如果說撇開工作上比較常遇到 那種娛樂型或綜藝型的影片 其實我個人看YouTube的喜好還蠻單一的 呵呵 就是我很喜歡看比較Lifestyle跟最近愛上的CafeVlog 所以我今天會推薦這兩個area的一些頻道給大家 先從Lifestyle開始 首先第一個就是我的最愛 我是頭號粉絲的Plan D 我個人很喜歡那種把自己活得很有質感的女生 她可能不是做那種很驚天動地的Vlog 可是她的Vlog會讓你有一種很認真生活 然後把自己活得很有質感的感覺 然後她Vlog裡面做的菜就是比較親民一點 就是連我都會覺得 我在家好像可以這樣子試著做做看 有一些Vlog是我看到那個菜色我想說 現在沒關係喔 我就也沒有想要在家做的意思 可是Plan D的是 會讓我覺得阿真的很家常 就是很親民到 我會想要在家跟著她一起做 第二個應該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是 Undu 其實我也是先被推薦了Undu之後 我才看到Plan D 但真的要比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Plan D的風格 但是我也很喜歡Undu的頻道 再來是一個叫 的韓國女生 然後她現在是大學生吧 所以她平常Vlog就是記錄一些她 煮三餐跟去學校的一些 就是生活這樣 我也不知道她的影片就是有一種反差魅力 影片看是一個很小隻很瘦的女生 可是她每次在煮菜的時候就會有一種 微爆力感 就是切菜就是 咚咚咚咚咚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是她的影片 我覺得有一種魔力 就是在這麼多相似的影片裡面 stood out這樣 再來是一個叫做 Cozy Couple的頻道 那她是一對 已經在一起9年的情侶 如果你有看過她們的影片 你可能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她們拍攝的手法跟角度上面 有很多是表現出兩個人住在一起這麼久 在一起這麼久的默契 然後她常會分享在韓國的一些小文具店 或者是選物店那種 然後我就會上她們的IG去看說 有沒有我喜歡的 然後請韓國代購幫我買 下一個是叫Cafe709 我跟你說我看到現在 我就把她們的背景都摸得差不多了 她是一個韓國女生嫁給一個日本老公 雖然說我不知道為什麼她們的對話全部是韓文 但anyway 我覺得她是非常傳統 然後很典型的家庭主婦 但是她是真的很樂在其中的那種 所以她每天就是早上起來會先做早餐給她老公 然後幫她老公做便當 然後打掃家裡啊 然後等等 有時候看她的影片我就在想說 哇真的是每個人不一樣 你看她可以做家庭主婦做到 感覺這麼開心 然後這麼有成就感 另外如果你想要學做菜也可以看她的頻道 因為我覺得她的食譜感覺都蠻不錯的 所以現在移動到Cafe Vlog 首先第一個呢叫做Cafe Slave June 她是我覺得在今天介紹的頻道裡面最 嗯最有親和力的一個 她的咖啡店會給我一種就是 去街角的咖啡店 跟她們聊天傾改的那種 沒有距離感的一間Cafe 另外除了做飲料之外 我也很喜歡看她做她們店裡面賣的甜點 我們就會愁療癒的 第二個Channel叫做Zo's Choy 一開始她是在她媽媽的咖啡店裡面打工 然後後來就開始拍Vlog這樣子 那她的Vlog呢 我必須說真的是超級療癒 尤其是擠冰淇淋的那個 Oh my God 她的Vlog不然是顏色角度 拍攝手法 剪輯 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被療癒一下的話 可以去看 下一個也是我最近新發現 然後很著迷的叫做Latte Papa 這個男生是在季州島自己開咖啡店 然後她有一隻黃金獵犬叫做Latte 所以她的頻道名字叫做Latte Papa 她的影片有一點是辦Vlog 然後辦Cafe Vlog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她在季州島的生活 然後她在咖啡店的時候做的各式各樣的飲料 還有鬆餅 如果我們現在可以再旅行的話 我就是季州島會是我想要去的前三名 那剩下的兩家叫做Aya Copy跟Kate Nam Honjun 那這兩個我覺得也是我蠻喜歡的風格 但因為今天我怕講太久 你們可以自己去稍微看一下 那在這支影片上線的時候 我也會把它同步發在我的IG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收藏的話 也可以去我的IG喔 是不是一個很自然的置入 現在的時間呢是晚上的七點鐘 我今天下午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我現在居然就已經把我的初剪給剪完了 因為這個是QA啦 所以我自己有寫了大概的稿子 然後我就知道我大概講了些什麼 然後要看哪裡所以就比較快 那今天呢晚上也是清冰箱料理 我想要來做一個十斤炒飯 所以我把冰箱剩下的食材都先拿出來 等一下就基本上把它炒在一起 如果你們有些神的話 我不會覺得太傻子 嘻、兩句子 你讓我放過滿地點 然後我放在那邊 你為什麼不放在那邊 現在還是要看到 你為什麼不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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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忘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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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